我自己本身就是开业医的第三代 我从以前一直都不想要开业 但是我在一个比较大的机构的时候 我并没有办法去实现 给予我的患者最好的照顾 这就是我想要自己开业的契机 开业这个过程不是说 你今天租下店面 你蹦一下这些事业就开始了 你在事前有非常长的准备的工作 那像我个人是很亲力亲为的 因为我毕竟是独资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合伙人 那所以其实包括说小到一块化妆棉 大到说我选择什么样的机器给我的患者 这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刚好到那个时间点 疫情就发生了 台北市就是二级升三级 在当下其实你会很 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因为整个城市就是空了 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因为说 我在比较早的时候就进入皮肤科 所以我自己手边是有一些 很对我非常好 很忠心的患者 那他们会在那样子疫情的状况下 来支持我 我觉得这就是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非常丝毫的地方 我打漏毒感迅速从来都没有过度稀释 我打哪一个牌子 欧洲的牌子 美国的牌子 从头到尾一直都没有变过 我觉得那是来自于说 我们家的家教我们已经是医师的第三代 那我觉得那商业上的了解是帮助我在经营的时候 对于数字更有敏感度 但是那不会违反我当医师的初衷 我们当医师的初衷就是 不要造成患者的伤害 然后我们要对患者好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对自己非常自豪的一点 因为毕竟我没有任何合伙人的干涉 我能够从头到尾去贯彻 我自己想要从事医疗的初衷 我在住院医师第一年的时候 就认识我现在的护理长 所以我们其实从2005到现在 我们已经是17年的交情 会长他也是大医院的护理师背景出身 所以我觉得我们诊所能够提供的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医学中心的 专业的团队的一个服务给我们的患者 没有预收疗程 单次治疗单次收费 那我们的美容师 他是来自于北投健康管理医院 那这是一个很高阶的 自费的健检的地方 那所以他在应对进退 还有对于现场患者的服务 其实也都是跟我自己很喜欢的 日式的服务是很类似的 我主治医师第三年的时候去东京进修 他们的职人精神 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很极致 然后对于患者的服务是非常的亲切体贴 会为人着想 那后来我去首尔 再去UCSD 美国圣地雅根 那是之前长根医院 陈玉瑞主委 他是整经外科教授 推荐我过去跟我的老师 Steven Cohen教授 学了自体脂肪干细胞 那在美国之后我再去欧洲 包括巴黎 荷兰 西班牙 等等的地方 那我去看了一些欧洲很细腻的打针的技巧 还有欧洲的文化对于跟患者的沟通 他们形塑成我现在对待给我的患者 是一个很精益求精 然后很国际化 然后一个非常诚心诚意的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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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